等一下喔 這台車還好新 這台車是Mazda 6的Wagon 2020年也算是新車 2.5升的汽油引擎 這台的底盤 底盤會有很多的車系 底盤的結構大概都共用 比如說這個 三代的Mazda 6 還有三代的Mazda 3 或者是CX45 甚至是CX9 這些的底盤結構啊 都是有共用的 前面的話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是 多連桿的彈簧跟避震器 分開的多連桿系統 但是到了四代的Mazda 3 就不一樣了 四代的Mazda 3 後方的話就 把成本省掉一些些 四代的Mazda 3後面的話 就變成是拖一幣的系統 可是四代的Mazda 3 它的市場定位跟 Mazda 6其實不太一樣 Mazda 6的話 它是屬於中大型的房車 尤其是經理自己也 特別特別喜歡這種 Vagon的車款 大概 近幾年的話 像這樣的車款 在二手車市上的流通 它的價格一定會 比四門還要來得好 那如果有開過Vagon的話 就知道這種車的實用性 相當的方便 我們把後面先背的 尾巴把它打開之後 尾背往前先 車市裡面其實可以放 很多很多的東西 所以這個Vagon的車款的話 的一個市場 改裝率的話 也非常非常的盛行 甚至是有專門的一個社團 好 那這台車後方的話 KT的配置 也是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配置的是230長6公斤 前面的話這一台車是2.5升的 所以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7公斤 大捲式的彈簧 可以看到原廠前面的彈簧 這個是副桶的 所以副桶的彈簧 跟單桶的來做比較的話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客觀 因為原廠它是做副桶的 所以它的彈簧 預載時的話都做得很高 那上座的話在這裡 KT的話也會附一個 新的上座 那這些的零件 馬自達3跟馬自達6 我們在色外改裝品的話 都是共用的 但是仰角的部分的話 這個不太一樣 如果是馬自達3的話 這個孔徑是14孔左右 那如果是CX45 或者是馬自達6 像今天要開的這一台 今天要做的這一台 馬自達6 它的孔徑的話 就比較大 跟CX45 CX9都一樣 都是大孔的 好 那這個的話是後面的筒身 現在的日系車它的阻鈴 還是做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可是現在的韓系車 或者是歐系車的話 它的阻鈴 一模一樣的大概底盤設計 就會做得比較硬朗一些 經理最常取的例子 是 現代的ElanTRA 渦輪那一台 ElanTRA Sport 那一台的話 它的後面的結構 跟這個還蠻相近的 可是啊 那一台車的主 就做得特別硬朗 所以 底盤的結構設計的話 有的車款很接近 但是 在市場定位上 它的取向是不太一樣的 像ElanTRA Sport 渦輪版本 它就是定位的 比較近近一點點 那這台車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因為後懸吊是多連桿的關係 所以如果啊 車高的降幅有比較多的話 建議啊 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要記得要做一個改裝 因為後輪的話 我們車高 原廠車高 大概是三指半到四指時候 它的Camper角度是這樣 那如果降幅比較大 譬如說我們降到一指 甚至這一台經常經理 有看到降到半指 非常低的話 它的後輪Camper角度 就會比較趴 那輪胎的一個角度的話 就有可能內側會磨耗的比較快 就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因為這個底盤的話 這個角度 原廠是有一顆 下支壁的內側 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做調整 那調整的同時 主要是調樹角 仰角的話也會微幅改變 可是如果降幅比較大的話 通常它的對應的能力 就沒有辦法到那裡 那就會容易會吃輪胎內側 輪胎的壽命相對就會縮短一點點 所以如果降幅比較大的話 建議啊 這一支 仰角調整器的話 可以一併來做改裝 那如果日後再做改裝 變成還要再多花一次定位的費用 所以這個是經理給建議的部分 好 那這裡 這個是下支壁 內側的地方 這一顆螺絲 這一顆螺絲 就是可以調整定位時候的角度 竖角 然後調整 調整機構是坐在上方 這一條的話 230長 6公斤 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這台車如果要拆裝 仰角調整器啊 會比一般的車還要麻煩一些一些 因為一般的車這個仰角調整器的 內部的兩顆螺絲 一顆螺絲 它的拆裝的話 直接把螺絲打出來就可以 可是這一台車啊 那螺絲 要取出來的地方 空間受到限制 所以需要把後兩的結構啊 稍微放開之後 那一顆螺絲才有辦法拆得下來 所以這台車三代的馬三 這台車CX45 這些的話 拆裝後仰角調整器 都會比較耗時一點點的原因 在這裡 好 那這一台車後面的話 來後面的話 上座 KT的話 也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銀色的旋鈕 這顆旋鈕啊 就是在調整後面桶生的軟硬度 一共有30段的軟硬可以來做調整 好 那這一個銀色的就是它作動的行程 可以上下作動的範圍 那這一條彈簧 230長 06 那230長指的是它自由長度230長 所謂自由長度就是還沒有受到壓縮時候 它的長度啊 是230 單位的話是MM 後面的6指的是它這一條彈簧是6公斤的規格 所謂6公斤就是 我們當彈簧下壓1mm的時候 它需要6公斤的力道 所以這一條彈簧就是230長 6公斤的規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車如果啦 要還要再改裝的話 也有做這一支 後方下方的這一個 這個是仰角 下方這裡有一支 像狗骨頭的形式 這一支的話就是 豎腳 還不太到 下方的話就是豎腳 好那我們來介紹前方囉 這一台我記得原廠也是 配置的輪胎跟鋁圈也很大 來 鏡頭帶得到嗎 這個是原廠 原廠就很有誠意 配到22545 19吋 19吋的輪胎跟鋁圈 而且這個輪胎跟鋁圈的形式 這個比較見人見識 但經理覺得這顆鋁圈非常好看 就等於好像改裝的一樣 不需要再多花錢 好漂亮 原廠配置的是普利斯通的T005 T005的話它的台幣 比一般的像米其林 或者是馬牌的 它的台幣還要來得硬一些些 好 那這一條 這一條彈簧就是KT所打的 207S 它的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拉得比較開 所以相對就比較舒適一點點 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油管固定架 然後這裡有ABS感應線 ABS感應線的扣距有兩個地方 然後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的話 就都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話 不需要再多花錢 買可調式的 或者是買強化的 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上座的部分 這台車 所以這台車拆裝的速度還蠻短的 很快很好拆裝 它的上座就在這裡 三顆螺絲 那這裡有一顆旋鈕 來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那調整的時候 記得右邊跟左邊 要做對稱 前後的話 可以不用做對稱 沒有關係 譬如說我前面調到18段 後面的15段 那也行 但是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一致 好 那今天有很多的 不同車款的車主 有詢問我們小編 就是試乘的部分 好像有CX5 也有KUKA的部分 那如果 有想要試乘看看 再做選擇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我們都會 為大家安排比較相近的車款 像今天的KUKA 經理剛好有一個 朋友 他的店家 電動就是開KUKA的 所以就可以來試乘 所以如果想要試乘的話 記得跟我們小編聯絡一下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跟我們小編做詢問 好 以上是今天 Mazda6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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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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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